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是动态去设置这个价格的上限和下限的一个脚本 然后这个Hollywood 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就是库存平衡的一个脚本 然后这是乒乓功能的一个脚本 这个功能就是在我们的机器人上可以直接用这个参数去实现 然后这个下面这个是价格的上限下限的脚本 这个也是也是可以通过设置机器人的参数去实现的 然后下面这个是根据波动率去调整价差的一个脚本文件 最后一个是如何更新这个参数的一个文件 然后这一期节目我我会修改一下这个库存平衡的这个脚本 然后把它改成一个动态平衡的一个策略 这个动态平衡策略就是基于香农的一个平衡的思想 把现金分成两半 一半买入资产标的一半是现金 那无论价格上涨或者下跌 始终保持标的的市值和现金相同 价格上涨就卖出一部分 价格下跌就买入一部分 首先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编程工具 然后PiChart 你也可以用其他你用的顺手的其他的编程工具 甚至是类似记事本去编辑这个文件 然后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些代码吧 首先是导入这些引用的文件 然后接下来我们设定一个偏离预指 就是说如果我们采用的是BTC和USDT这个交易对 然后我这个价差偏离预指就是说BTC的价值低于49% 或者是USDT的价值低于49% 我们就重新调整这个价差 然后接下来设定的这个定的一个参数是新的这个价差 然后我们会把就是一旦偏离一旦资产的那个价值偏离 我们去就去定义一个新的价差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一个类名 然后我们在里面有一些方法 这个是初始化的这个方法 我们去定义了这些定义了一些参数 然后接下来这个方法是这个OnTicker 就是说我们每一秒都会执行的一个方法 我们首先去获取这个 就是我们把我们交易对是BTC USDT 然后我们会把这两个BTC和USDT单独获取出来 然后我们通过通过这个方法 我们通过这个方法去获取这个这个是BTC的余额 然后这个是USDT的余额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 保存之前定义好的这个这个价差 这几句代码是就是保存就是默认的我们设定好的 就是在参数里配置好的这个价差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计算这个资产的占比 这个就是我们用BTC的余额去乘与当前的中间价 然后再把这个BTC的价值和这个USDT的价值加起来 然后我们就是得到我们的总的余额 然后我们去计算这两就是BTC的占比和USDT的占比 然后获得这两个值 然后我们还去重新算了一下我们的下单金额 我就是把这个总的价值除以 除于当前的中间价 然后再再把它除以100去 呃就是我们的每一单的这个订单额是 就是所有资产的1%相当于是这个意思 然后还有就是说的这个这个是有一个四捨五路的的那个函数 就是我们会去五位的保留五位小数位 然后下一步是就开的就是这个这个脚本的一个主要的功能 就是我们检查资产库存的百分比是否低于选择选择的预值 然后我们去改变这个价差 这个相当于USDT的占比效率0.49 然后我们就呃我们就增加我们就改变卖单价差 我们想把那个多余的BTC给卖出去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修改呃 买单价差去实现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 然后呃就是如果 但是如果已经资产达到平衡了 我们就把这个价差恢复到之前的默认的价差 然后对于BTC也是一样 如果BTC的价值小于49% 然后我们去增加这个 我们就我们就改变这个买单的价差 然后让我们订单更更多的买入 然后也是等到这个平衡了之后 我们去我们就呃重新再调整价差 让这个价差恢复到之前的的的样子 然后这代码挺简单的 接下来这个函数是我们去实时显示 就是当前的这个买单价差和卖单价差 还有就是说我们是否需要调整价差的这 这一些这个信息 我们把它显示在我们的这个状态栏上 好然后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一个脚本 然后我们需要把它上传到FTP上 我们打开这个打开我们的FTP 我们会看到我们会把这文件存到 就我这个是用Docker安装的 我会存到这个安装的目录下 下面的有一个HummingBud script 这个文件夹下面 然后我已经存好了 接下来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的 应该是前天晚上运行的一个 用这个脚本去做的一个功能 然后我先演示一下如何去激活这个脚本功能 我们可以输入这个config 就是Squip Enable 然后我们去Enable这个Squip的功能 我们输入Yes 然后我们还可以就是指定这个Squip的一个路径 然后我们也输入Squip Firepath 然后去指定这个就我们刚才上传的那个文件 我们再打空格他就会把这个 我们直接打空格他就会把那个文件夹下的文件全部列出来 然后我们再选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然后可以就通过这个config命令去配置一个这样的一个存坐式策略 然后我们的默认的买卖加差是1 然后我们订单刷新时间是10秒 然后就其他也是一些默认的设置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这个状态就是说 我这个BTC的BTC的价值还只占31.5% 所以说可以看到这个状态 是否调整买单价差我们这里是处 就是我们我们的买单价差 会被调整到0.1% 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买单价差 它是比卖单价差更少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通过一个这样的maker 去实现这个我们的资产平衡 可以看到我当前就是做了51笔的交易 就是我运行了大概一天多吧 然后因为比特币这两天上涨 所以我有这个大概19U的手艺 OK 这个策略我们就演示到这里 嗯 这就是脚本功能虽然说好用 但是它的功能也是有限的 我们只能在纯做事策略中使用它 而且我们也不能用它来实现一些 呃 比较复杂的功能 你可以打开我们的网站去了解它能操作的一些参数 然后 嗯 未来我们会 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机器人更加 更加容易的去 呃 创建和自和自定义去自定义开发策略 所以 嗯 我们没有计划在其他的策略上去 呃 扩展这个脚本功能 所以 呃 欢迎大家来 呃 QQ群中去 如果对这个策略有兴趣 呃 可以到QQ群里去 去下载这个策略 OK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